再也沒進去對不對 No 阿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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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阿 阿 好笑喔 像這樣跟海鯊喔 What 我還說 我還想說 這個圓就比這個 這個圓比這個大 這個圓比這個大大 你還感受到 你給我看你這個機器有要噴下去嗎 對 對 這配有 哈哈 要在鎖定底漆的村池 我把魚皮夾耳掛上千錘托底 除了多門溝能增加粽魚的機率外 在沙質地形 也不用擔心溝到海底的障礙物喔 這就是我的客室style啦 邦昀哥 我這座碧莎釣渡不給你找看看 沒有… 為什麼 你這座繞篩走我看 邦昀哥 窮則變 變則通 對喔 對 我們釣魚有在這裡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對喔 對喔 好 你一直在這裡找我 我再說到百祖啦 對… 好… 不可以找你啦 不可以找我 哈哈 哈哈 受到阿克我的刺激 咱們白雲哥肥稻傳尾 竿子一拋一拉 就傳來種魚聲啦 這種釣魚的撒起 正所謂不鳴則已 一鳴驚人啊 好不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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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啦 你看看啦 阿克就四點正中那位 我剛才找到我 五手 五手 真假 五手我告訴你 因為我看老水 那老水我可以 我才去釣 因為我剛才想到我母親 還去釣 老水 現在流水一丟了 我水果就水果就水果 嘿嘿 挑戰的白雲哥 才種這麼一位小伯母 就吹到這樣 稍等一下 若是讓就大尾 正是會炒味跟渣眉渣力 說它吹到全球啦 好啦 白雲哥 你已經介紹你的丟粥 給觀眾朋友知道啦 對…這是… 啊… 你手拿著啦 你知道嗎 你知道你就不會變成 你只拿著幾百的 你看 對不對 這上面我有看的 對 文哥幫我教過 這個活動室耶 對啊 吃得很好 不然我們你剛才在這裡 是… 是… 為什麼我們這組 你這樣做這麼好 傳釣村子釣竹 傳釣村子時 必須讓釣竹鎖定底部湧城 才能達到釣魚索耳的效果 為此做釣時 建議讓紫線活動於母線上 來迎應不同強度的海流環境 當海流強勁時 如果紫線位置太高 只能釣到中湧城的魚種 這時候可以將紫線下拉 讓它貼近底部湧城 隨著海流自然飄動 來誘於索耳 當海流較弱時 為了避免紫線自然下垂 魚勾勾到海底障礙物 或呈現脫底狀態 降低魚汛效果 這時候可以將紫線上拉 將而鎖定在底部湧城 吸引村子前來鎖耳 阿娘喂 人看附近的虎胎越來越多 對大火作調是越來越不利 阿克我本來以為今天就到此為止 想要搞 但翔哥竟然提議 遠征北方前往陀基島 繼續奮戰 在船長的帶領下 我們終於抵達陀基島 聽說這邊海域 是當地的水產養殖重症 平時不開放給人釣魚的喔 所以阿克我相信 這裡一定常有大物啦 捕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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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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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吃魚了 小朋友 你能給我大吃一點點 吃一點點 一樣的魚 這兩杯一起長 不一樣的魚 不一樣的魚 這個危害叫大紅袍 這個危害叫黃魚 這位大紅袍 這位大紅袍 怎麼跟黑魚有點像啊 但是全身發紅 跟台灣的死狗宮 體型相仿 聽說 最大只有二十幾公分喔 水啦 咱們巴雲哥那邊 也傳來種一聲啦 看那甘尾的弧度 難道是大魚來抱到了嗎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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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娘喂 這麼大一尾黑魚 也被咱們巴雲哥給祥福啦 現在是太氣了啦 趁著現在魚群靠近 阿克我趕緊來補充彈藥 待會兒加入戰場啦 阿克 你在做什麼 這牛一條太粗了啦 你如果切到小條比較夠 對 它在水裡面 像這樣撒一顆 撒一顆 粗的叫大條 有了 有了 對 它就是用很大條的 魚我本大切 怎麼切啊 我本大切 很大條 因為這是一個 神奇小卷的概念 神奇小卷是頭 不然它手手 我是說這個應該有效 OK啊 我們試試看 好…我試試看 好…OK 加油 好 朋友阿 阿克我才剛下竿 咱們旁邊的網魚 就拉起一尾比目魚 齁齁 這釣況實在太犯規啦 我說網魚啊 你再這樣下去 阿克我站在旁邊 很有壓力耶 這多多 多重150克 150克 150克 它中魚了 中魚了 好…來… 馬上抓看 來…這邊 阿克 來…有喔 什麼魚… 什麼魚喔 打打喔… 慢一點… 打打喔… 打打喔… 看一下喔 還在中… 抖… 四位 鷗死了… 這是比目的喔 不是喔 不是這樣… 黃魚… 黃魚… 來… 要看看嗎 加ぴ 開會的… 來… 有沒有刷… 漂亮喔 好… 你面前還用一個雞 對 一個雞 你用兩門加嗎 兩門的喔 這門雞 有看中層的魚 因為這裡水清差不多五六米而已 五六米而已喔 要連用湯 對 比較湯 聽說還有比這五六倍的嘛 對不對 來 這個下去讓它再長大一點 我們以後下次再來把它處理下來 好 來來來 讚讚讚 這個生態很讚 我再生態 我來 你還在那邊拼頭 對啊 你在那邊拼頭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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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 阿哥 繼續 繼續 來來來 稍等 好 鵝魚不要打 當鵝啦 當鵝啦 喔 我弄那個鵝 蛤 是對嗎 咱們騰哥說 剛才那尾黃魚放生可惜啊 下次釣到的話 可以拿來當鵝鵝 人家啊 這種體型的鵝鵝 釣起來不就是米籍以上的大物嗎 還是啦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海鮮你也可以 在這裡啦 沒有 車禍撞到它 我以為是這種魚 不好意思啊 海鮮會抖是不是 沒有 我以為這條魚說 為什麼不抖呢 原來是海鮮 哈哈 這個海鮮因為負面外觀像鴨圃 所以當地人都叫它亞馬桑 我說啊 這場傳釣什麼稀奇古怪的東西 都被我們釣上來啦 甘蕭手 好 人家鵝魚喔 好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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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這種平行的黑魚 就連當地釣有著近海 都很難釣得到 我說白雲哥啊 你現在是太炒炒了啦 阿翔 白雲哥 喔 菜市場買的喔 不是啦 你怎麼說 我來叫雲福田來的 你看它的塞蓋這裡 哇 這個很差耶 你看 鱸魚是一隻而已 它這是一隻的 對 我想阿翔一定要小心 走到一隻 因為它跟臭部一樣 吃到之後 它有副位的屬性 蛤 對啊 所以你不要被它 被它那個被吸 那些吃到 對啊 所以剛才我有個朋友叫阿翔 就被吃到的時候 通起來了 對啊 他會走起來 對啊 所以要小心 尤其這麼大的 屬性在你搶 齁齁 咱們這趟任務 在白雲哥的下課魚出現後 就算圓滿完成了 回程途中 傳導大還撈起他們養殖的螃蟹 讓我們這群遠方的朋友 見識一下 他最得意的畢生心血 作為道別的禮物 翔哥 你剛才告訴我麵爐 我沒什麼 用這道麵黑 不小吃 那麵黑就太貪了 我講 這個感想要是 黃明哥發表的 黃明哥吃吃 你吃真的不小吃 屬性是這樣的 我是蝦貓 我跟你講 真的 剛才一度以為是掛題 但是後來他 阿翔講到 對了 我煩惱一下 因為他完全不相信 你能上這麽大的 對 真的很不小心 我在後面說那個是魚 你說 魚瓜 對 對 我最喜歡 不是 著實也嚇了我一跳 對啊 那這基本上 相信大概整個畫面 所有的觀眾朋友看得 也蠻幸福的 對 對 阿翔 你把我彈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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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的文化雖然不一樣 但是 對他那樣的錢 是一樣的 所以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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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翔哥 阿翔哥 這是什麼的 你沒有把全球的觀眾朋友 阿翔子 我說很多就是你 喔 這樣喔 這樣喔 謝謝 你